明星, 大家早上好 前幾天,給大家說的這個 盡興媒體,不如無媒體 今天,就是,就這個課題啊 我再補充一點看法 之所以要補充一點看法 是因為我的小兒子前幾天告訴我一件事 他目前在某家這個理工學院 這個,也就是新加坡的所謂Polytechnic 就就讀 那天呢,他回家就告訴我 他們,他去上了一個課,是所謂的 估計是通識課吧 就是,呃,向,就是學生們這個 介紹這個,國際間在發生的事情 根據他告訴我,他老師在課堂上呢 就,呃,向他們介紹當前的國際事務 主要有談到了,就是這個新疆棉的事件 還有這個,中國在這個 南中國海的一些,這些行為吧 而,基本上是一面倒的 也就是說,採取的主要還是這種 那種,這個,這個,這個, Anglo-Saxons 也就是英美啊 的這種,在國際傳媒的這種話語書 啊 也就是說啊,中國在這個 新疆違反這個 維吾爾族的人權啊 在南海這個,巴林,菲律賓等國啊 等等啊 那我問他 這個老師有沒有在課堂上 就是說,做一個平衡的介紹 也就是說有沒有,呃,這個 提到中國方面的這種觀點或者看法 他說沒有 也就是說,從,呃,即便是從這個新聞 這個專頁上來講 這是一種失衡的這種報導 也就是說,你沒有採取雙方的看法 而只是單方面的一種,呃,觀點 呃,我相信,他的這位老師也是從這種 呃,媒體上,主要是英語媒體上 看到了這些,這些方面的消息 然後在授課時,就採用了這樣的一種 呃,觀點 這對新加坡的前途 會是一件好事嗎? 我不認為 呃,眾所周知啊 現在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 以及,呃,美國國力的下降 相對的下降啊 現在的這個世界啊,正在進入了一個 就是說,怎麼講呢 類似當時楚漢爭霸的這個狀態 所以有好多這種 這個介於中美之間的這種 或者美中之間的這些國家 不管是大國或者小國 他們實在不願意選邊站 因為選邊站其實並不符合 大多數國家的這種利益 包括新加坡 所以,李顯龍總理也不止的一次的這個 公開宣誓啊,新加坡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因為我們跟這兩個國家之間都有著這個千絲萬縷般的關係啊 呃,怎麼說呢 過去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 這個,新加坡 就是說,在安全事務方面 就是,呃,就依賴美國 但是在經濟事務方面呢 而且,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跟中國 就是,關係是很密切 那確實也是輪差 呃,就,根據一些統計報告 就是說,呃,這個 這個,至少我想 我想在2018年以前吧 這個,新加坡連續六年成為 呃,中 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中 這個,投資 這個,征服 呃,就是最快的 而中國在新加坡也是屬於這個 第二大的投資 呃,目的地吧 所以,呃, 新加坡跟中國之間是有著非常多共同利益的 呃,呃,或者我們可以說 用這個,這個,呃,紅龍夢裡的話 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所以,我們實在 就是說 呃,經不起 呃,這個傷害兩國關係 呃,的 這樣的 情況發生 嗯 所以 不管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為了新加坡的 長遠的國家利益 我們對中國的失誤是應該盡可能的 呃,了解 這個,盡可能符合事實 因為你唯有符合這個事實 知道它的這個社會的 呃,真相 你才能夠 進行這種有效的這種規劃 呃,不管是這種投資啊 或者是貿易啊 或者人 人往來等等 呃,所謂這個 呃,直筆 自己直筆,百戰不殆 呃,在戰場如此 在商場也是如此 而對於這個 極大 呃,這個依賴這種 呃,對外貿易的新加坡來講 呃,更是如此 而我所指的這個 充分 充分的盡可能的了解 呃,這個 中國 社會的事實呢 不止止止止止止止 呃,官方的方面 也就是政府層面 也包括了民間層面 呃,因為 因為這個 新加坡是一個 有這種選舉的 呃,民主國家 呃,民意的走向啊 呃,是能夠影響到這種 呃,政府的決策 這個 這個 我舉個例子啊 呃,前陣子不是發生了這個 H&M的事件嗎 是因為這個H&M這個 應該是綠典的一家公司吧 他們在他的公司網頁上 就是符合了這個 呃,所謂的這個 這個 BCI啊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這個 這個 說法 呃,宣稱說他們的產品 或者什麼啊 呃,不宜採取新疆面等等 因此這個 這個 忍耀了中國的 網民 呃,這種 於是就 甚至不只是網民 那是普通的老百姓 於是就在這個 官方的啊 這個 至少是不反對 對 雖然 沒有去公開的支持 但至少是在不反對的情況下 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這種 抗議潮 結果就是 導致這個 H&M的這個 生意在 他的業務啊 在中國 就是說 呃,面臨了極大的損失 啊,不僅是這種淘寶啊 京東啊,等等 就是下架 把他的產品從這個 這個 他們的這個 網購 的這個網頁上下架 具體實體店呢 也關了好幾家 甚至十多家 所以這個 這是一種非常大的打擊 但是 這個作為一家 全球 知名的垮國公司 難道這個 呃,H&M 他們的 這個集團總部 不知道 中國新疆 事件的真相嗎 我懷疑啊 他們的公司 集團總部 肯定 掌握了真正的 呃,這個 事實的真相是什麽 但是也許是因為 呃,這個西方媒體 廣泛的這個報道 就是中國在 採信了這個美國國務院方面的說法 啊,以及這種 這個英美主流媒體的這種 不管是BBC的這種刻意造謠啊 或者其他 其他媒體的推播阻攔的 情況下 所以就是在歐洲 歐洲是非常重視人權 還有非常重視環保 啊,的這麼一個地方 所以也就在歐洲 絕大多數這種老百姓 並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之下 人云亦云這隨波逐流 因此形成了 一股很強的反華勢力 於是乎呢 這個H&M 在面對這種 他們在歐洲的 這個消費者的這種壓力之下 很可能也就 呃,只好在這個問題上 採取了一種選邊站的一種 呃,立場 呃,結果如何就是大家可想不知啊 所以 我是覺得啊 這個在 目前這個基本還是以 英美的這個 以英語為主 這個 媒介語的這種 國際媒語掌握的 話語威權或者話語 呃,霸權的這個 呃,的情況下 呃,我們這些可憐的 被迫接受 和種種這種不實資訊的 呃,受眾 真的有必要 儘可能的從各個方面去 呃,呃,呃 了解 事實的真相是怎麼 是怎麼,什麼啊 因為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掌握 呃,更多 呃,最符合事實的資訊 然後 才能應用在各個方面的決策 呃,這是很重要的 所謂 所謂 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而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之前是要 呃,掌握敵情 要了解 這個,呃 盡量 掌握更多的這種 呃,信息 或者資訊 否則 是對 任何層面 不管是政府的 企業的 呃,個人的 哪怕你要,要去旅遊吧 比方說你原好 原先已經計劃 準備去這個 呃,新疆旅遊的 但是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 呃,呃,這些所謂 媒體的這種信息 讓你誤以為現在的新疆 比方說真的是,呃,一種 呃,呃,有著多少 兩百萬 甚至三百萬 呃,魏武爾族 被關進的集中營裡面 呃,然後這種 呃,遺憾民族關係 以及矛盾 呃,非常激烈 因此你就 決定,啊,我就不去新疆旅遊了 這是一個很個人啊 呃,但是這 這個損失,呃,比方說吧 呃,也許現在因為這個 疫情啊,或者各個方面啊 呃,現在政府,中國 政府為了這個 呃,推廣這個新疆旅遊 因此推出了很多優惠的這個 新疆的呃,呃,旅遊項目吧 當然我這個是指 假定現在能夠 呃,還是可以旅遊啊 而不是說這個 這個仍然屬於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而不,各國之間 這個不能,呃,老死,老死 不相往來的情況下 假定,因此,你就做 因為受到了這些虚假宣傳 你就,呃,這麼便宜的一個折扣的 旅遊配套 呃,旅遊計劃,你就放棄了 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啊,就說這麼多哈 然後,呃,呃,吉祥如意 超級詞子 在說,呃,吉祥 有一點折扣的 如果是這個,呃,我們吃了一座 準備好,呃,吉祥 或者是這個,呃,吉祥